Hello, 大家好, 大師, 星期六網聚, 是嗎? 是, 今天是最後召集, 不是網聚的最後召集, 是我對網聚的最後召集 因為星期六, 明天和後天都是軒仔做 所以我今天要講一講, 網聚, 有人問是否女裝有得賣, 是有的 而且是有不少, 因為上次我們都是女生買多過男生的 因為我們男生買的, 我們主要都自己做了, 買衣服, 買些甚麼 當時她有很多冬天的衣服, 我們當然不會買 因為當時未夠七月的時候, 沒理由買些冬天的衣服 所以現在她的Cassie Ma 是出名的 她Cassie Ma 是出名的, 還有一些Rekuner 所以有些非常好的好貨, 好貨 那時女生買了很多比較薄的衣服, 很開心離開了 所以女生絕對有得賣, 星期六等大家 好, 現在買些秋冬裝, 絕對適合時節 所以大家要跟大師去購買 好, 那我先看看今天的新聞 昨天最大單的一家港文, 就是一名蟬油和普拉提的運動女導師 日前在尖沙醉金馬倫道的萬寧, 去買東西的時候 用自助付款的方式 然後出了一家店幾秒之後, 突然被兩個陌生的女子 枯頸兼扯背囊 說她涉嫌偷東西, 將她帶回店裡查文 當時她, 根據女事主形容 被那兩個陌生女子很大聲地說 你跟我過來, 你沒有付錢, 你偷東西 然後她倆在背後扯著她回店裡 事主就說, 很害怕, 然後一邊叫救命 又問是否認錯人, 但也沒有理會 被那兩個人拉回店裡 原來那兩個人是便衣的女子報案 然後才說, 把單單在褲袋裡拿出來 跟經理說回來 然後整件事, 當然是一場誤會 萬寧也在事後表達對事主的協議 以及已經解僱了那兩個便衣保安 但是整件事, 女事主就會覺得 都可以好聲好氣, 不用這樣扯她回店裡 是的, 但是這個只是一面之遲 我果然說, 郭恩一定是錯的 但究竟是否她首先是好言相勸 而她不肯, 接著才扯呢 中間有沒有經歷過一個過程呢 即是說是由最初的時候好言相勸 變成車的時候 但這個客人當然是沒有說到這件事 但保安是沒有公權力 對嫌疑人物動手動腳的 這個就是整件事 因為香港應該沒有一些 市民被捕捉之類的 我幫她之下是偷竊 不是牽涉到一些暴力罪行 如果一走的話, 也是沒有辦法的 如果她下次來 如果那個人拿了一些東西走 那你怎樣呢 那你到最後 你是不是追出去, 還是怎樣 批她一身, 還是怎樣 即是對於是 顛外盜竊呢 這件事呢 美國已經告訴我們 是很難以處理的 你只是站在旁邊看 很難以處理, 因為如果你使用暴力 究竟你偷了多少東西才使用暴力 即是那個人是不是 好像 就像 《悲慘世界》 偷條麵包 你就斬她的手 嗯 剛剛 所以整件事是 在小亮的 偷竊 究竟使用什麼一步 究竟使用什麼方法 去對付她的話 其實是很難的 是 那萬寧呢 其實也有個回應 即是說她官方回應 就說已經是跟進了這件事 知道這位小姐 是受到不當對待的 所以管理層也親身 去跟市主慧問 道歉和跟進事件 是解僱了那兩個人 她不是解僱了那兩個人 她是解僱了那間保安公司 那兩個人是 那兩個人是屬於一間保安公司的 即是萬寧是不會 這些公司是不會跟誰去交易的 即不是屬於萬寧 她是另外有一間保安公司 有些人是專門做這件事的 那些人的訓練是不足夠的 因為這件事其實是很難處理的 那就是 另外那兩個人是怎樣認為她 即是專業程度不足夠 會認為她 因為她是自助的 自助購物 那就很容易會發生誤會 即是不知道她有沒有磅水 是的 所以其實 我想是 即是用了一些不清潔的 散莊生粉 即是 即是 你其實 你會找一個人 去做便衣保安 那個人會專業到什麼程度呢 這個是很慢的問題 其實那個人 那個人在保安公司 你可以外判出來 其實那個人便便 找到一個Cat Affair去做這件事 即是 於是萬寧 但萬寧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她 她這個 她找保安公司 就是因為她知道是有問題的 如果自己 即是等於找人收數 如果自己去做 一定會告 現在她可以炒保安公司去做 但保安公司 你一定是散莊生粉 你貪便宜 你一定會貪便宜 因為保安這件事 你其實需要很多人受的 所以 如果你貪便宜的時候 你去做的時候 那個人 是很難受到一個很專業的訓練 即是 其實這些事情 就像是CIA那樣的 你已經是 你已經是 很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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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發覺 其實一樣是很難的事 至少萬寧她 就不會in-house聘請這些人 等於收數 所以她就會上保安公司 是的 所以這個風波就過去了 看看另一則新聞 就是 說的是 首屆家庭企父女發展高峰會 就在昨天舉行 主題就叫 發揮跟國力量傳承良好家風 有政務司司長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出席 其實當中 主要是說很多 關於女性的事 但是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長 麥美娟 在會上宣布 文青局會在昨天開始 推出一個 一站式家庭及婦女諮詢平台 推出為期三年的 善養費調解事行計劃 由下星期一開始 正式推出一個 為期五年的 全新家庭教育推廣計劃 而當中 三年的 善養費 調解事行計劃 會資助一些非政府機構 符合資格的話 包括 善養費 給那個 和受款人 都會有一個 關於善養費的 調解服務 預計可以夾起來 處理1200宗 為及2400名 分居或離婚人士 這是新出的一個 方案 第一就是 你如果用調解 其實只不過是可以便宜很多 是 免得打官司 因為現在法院的負擔很重 所以大家很多次希望 調解是大趨勢來的 調解是大趨勢來的 所以 將來都會這樣做 每年賠款800萬元 當然對婦女也好 但問題就是 婦女佔了大半邊天 又跟割 有什麼事 我以為跟割不放鬆 離婚想分錢賤養費嗎 大哥 搞什麼 我們說什麼 跟割不放鬆 那些女人 我們聰明的男人 大半邊天 這個目的是什麼 其實是因為 我們離婚的時候 我受到男人身上 刮些錢 那些名字 突然沒有想到這件事 你說什麼 Kell啊 還這樣發展高峰 女婦女發展 然後婦女發展 喂 幫我就業 幫我找東西 男人你們廢 是不是 原來幫你男人身上刮錢 喂 不如你安排她做雞 就跟她鬆眉了 大哥 對不對 這些是說什麼Kell 有反對歧視 又是什麼 喂 你跟我分膳養費 我當然是歧視你 你一定是弱者才跟我分膳養費 是吧 強者應該說 現在我們說男性 我們養回男性 跟男性說你分我膳養費的時候 才說這個 就是女方給膳養費 沒錯 對不對 哇 我真的不好明白 哈哈 哈哈 所以其實 整個活動 就說了很多 這個是其中一部分 就說 現在這個只是一個事行計劃 日後 為期三年 就拿到一些數據 之後再作參考 不是 那件事 整件事是合理的 是 但問題是 她說出來的理由 就是圖文不符 對 對 對 我去做的時候 我都沒有想到這個點 那 那 好 看看另一單 另一單就是 不知道大家 之前 10月8日的時候 有沒有買這個 國慶金多寶 因為 獎金頭獎有一億 最後 3.5柱中 每柱派三千多萬 那條片是嗎 有 但是 整個搞豬的過程中 到了現在的第二天 那 就有一點點 在自媒體上 有點爭拗 那 就是 現在我一直播放 我一直說 這段片 就是 那一天 去搞豬的片段 有很多網民 在Facebook 和Flex 就說 質疑這個搞豬有問題 其中 有幾顆 球 就是其中一個 40號等等 就說 好像 那個球好像被吸進去 很明顯 是由上面 就直接 跌 跌到那個洞 然後就選中了那個號碼 那 就算是 較慢了兩倍鏡 或者較慢了幾倍鏡 那些網民 都覺得是好像做假 那 而 因為 有這個討論 有媒體 就問回馬會 那馬會 昨天回覆 就說 當然他會遵守 這個監管規定 也有一套的 嚴謹機制等等 所以 但是 雖然馬會這樣說 但是 質疑之聲 就依然在 就是 覺得是 而且 他就說 這個鏡頭 是否有這個 涉嫌造假之言 是 是 那 我想我是 世界上第一個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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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 樂樂彩造假的 但是 當時 我說做假 是因為 人們外圍 受 受 受得大 受得大 那 如果 這樣說 如果 是 造假 你拿頭獎 那個 是有一定難度的 因為 如果你去做假 你去做外圍 你只需要做一個 你做假 當頭獎 都要做六個 是啊 所以 是有難度的 我只是這樣說 但是 當初很多人說我傻 但是 現在 很多人 已經覺得樂樂彩可以做假 我只是說這件事 因為我第一個在蘋果日報寫 然後 馬虎出去澄清 然後當作 你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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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是從 我們有數據支持的 就是 你沒理由 買六合彩單一個號碼 一賠二十多 全外圍扭著 做一個著草 都輸了 一賠二十多 單一個號碼 你買幾 你瘦幾大 他賣幾大 結果全部做了 除了做假 我們想不出任何理由 這個奧太小了 但是 那是說二十多的事 如果現在 香港 香港馬會 你去做樂樂彩 做六個號碼 就有一定難度 你做一個號碼 但是現在 不是很多外圍 外圍佬已經輸了 走路了 而大陸 亦都是 大陸做假 就是這個肯定 你不要理他 你不要理他用什麼方法做假 就是 那些人說 我想不到怎麼做假 你不要理有什麼做假 我只知道是假 背後的技術還沒知道 所以我昨天去看網民的反應 他們都是說 即使是之前江西都有 我們說過 技術上可以做假 你不用理會 技術上可以做假 就是等於你不需要知道 炭船火箭是怎麼發射 你知道技術上是可以發射到的 是 是的 所以這個風波 當然 慢慢就會飛歸 但是之後 如果還有這麼多補的東西 我可能會拿出來說 是 好 看看另一個消息 就是內地媒體 科創版日報 引述知情人士說 現在 百度旗下的無人駕駛 出行服務平台 羅伯快跑 計劃在香港推出無人駕駛的 即使服務 亦都會是第一個在內地市場以外的一個境外業務落地的地方 包括日經亞洲網 都是有同樣的說法 現在就會推出服務 因為 之前由2021年發佈之後 已經在全國11個城市舉行 特別是武漢 甚至說今年內會全覆蓋 所以現在就在主要的一二線城市裏做 而由2024年第二季到 一季裏面 已經是接近九十萬單的 羅伯快跑去載客 已經增了二十幾% 所以現在 是不是真的會放在香港裏 這個就有這樣的傳聞 我想一定會放在香港裏 因為 你不放在香港裏 你不可以全世界測試 你只是從中國出去 所以在香港做一些測試更好 那就是 你仍然在咬的士 仍然是那句話 你仍然在咬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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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網約車 和Uber 那些羅伯快跑了 大佬 是不是沒有人駕駛了 就是 香港的法律 就是因為那些權貴 因為那些有錢人 因為那些記得你的階層在這裏的時候 就變得很落後 即是已經是橫掃了這些東西 所以就要有大陸 你如果大陸的時候 硬要放下去 你是不是要放下去 就駕駛你了 即是 你不放下去 就讓大陸人下來 你不知 你不是說大陸人是敵人 你不放下去 就要爺爺幫你出手 就是這麽簡單 我說的 滴滴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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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樣的 但滴滴 因為滴滴打不贏Uber 但羅伯發表不同 雖然Uber也是Uber Text 是另一件事 人家仍然 這算是你經常的士司機不用了 是 說真的 如果羅伯快跑真的來了 我也有興趣去試一下 回答他 雖然我在深圳的時候 我都未醒不起來 要去試一下 但如果他下來了香港 我也會去試一下 其實 今上車已經不用有人駕駛了 但是現在一定有個人 因為如果沒有人的話 就被街上很多沒有人車 街上滿街 滿街沒有人車 是啊 車上一定有個人 是 如果橫觀一點點說 羅伯快跑 他現在已經準備出海了 即是說他在不同的地方 包括在美國的加州 都拿了一些自動駕駛的牌照 所以他的佈局 絕對不只是在國內地區 這個地球 有95%就沒有工作 但你永遠不要忘記 那些人為那些人悲鳴 但實際上 你永遠記得 你同時是生產者 還是消費者 我們一直在享受 自己的消費者 越來越便宜 或者之類的 那自然就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失業 因為之前包括內地 都是說 握滴滴 都是一個失業的保障 差不多是 如果你沒有工作 很多人都會想去殺滴滴 現在這一招都沒有了 學習 終身學習 是 你不可以令到所有人都有工作 但你可以令到 以前的時候 應該這麼說 漸漸令到一些人 是 沒有公開 那你這個是一個客觀的現實 但是你如果不是的話 你至少 你去躺平 你去生活 覺得好 這些是必然付出代價 是 好 看看羅伯快跑幾時來 我會先試一試 另一單消息 就是說 在昨天的時候 廣東省政府 就印發了一個方案 提到要充分運用 一個叫港澳藥系統的政策 這個港澳藥系統 其實就是國務院授權 允許一些臨床急需 未在內地上市 但已在港澳上市的藥品 可以由廣東省去統一採購使用 包括醫療器械 包括部分的藥物 都是可以做的 而這個方案 在昨天廣東省政府提出的時候 就說 將傳統忠誠藥的審批時間 由200個工作日 就縮到80個工作日 上市之後 再審批的時候 就可能會再縮減到50個工作日 加快一些 港澳地區正在用的中城藥 在內地市場用的速度 即是說 現在就算是內地沒有 但是香港有的藥 都可以在大灣區那裡用 是 因為必須是緊急的 但是內地因為他們的法律 至少有彈性比香港還好 香港很僵化 香港是一定不行的 但問題是大陸什麼彈性 就是什麼都有 只要有實際需要 什麼彈性都有 因為其實共產主義 轉造社會主義 轉造社會主義 又在社會主義 轉造現在的半資本主義 其實都是用彈性的處理方法 他們是大陸是講實用主義的 是 因為他說這個方案出來 就是他想一路將所需要的工作日縮減 然後他講到明 就是把本來是人等藥 變成藥等人 沒錯 其實多一點的普通資料 就是今年3月份的時候 第一批經過這個港澳藥系統 就已經入口了廣州 那是一批心臟起伏器 就說這批心臟起伏器 原來很多人是需要的 當然 所以是用了部分是香港的心臟起伏器 好了 看看外圍的消息 以色列北部沿岸城市 哈德拉在昨天的時候 有發生一個持刀襲擊案 一個拿著電單車的刀手 分別在四個不同的地方 就襲擊民眾 造成六人受傷 兩人危殆 以色列警方已經制服恐怖分子 包括以色列郵報都說 疑兇是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居民 有以色列公民身份 也有案底紀錄 是 因為連同這一單的時候 其實從10月1日到今天10月10日 短短10日的時間 已經出現了至少三單 在以色列國內的一些襲擊事件 因為以色列有百多萬的阿拉伯裔人民 就是阿拉伯裔的 他們的阿拉伯裔 其實他們跟阿拉伯裔是不對的 跟現在所有遜尼派和阿拉伯裔 是不對的 他們是一個派系 所以他們跟他們有手 但問題是 當你這樣搞的時候 對遜尼派和十二派 大家都覺得以色列太過份了 所以有人說 以色列其實不能七邊打仗 是跟八邊打仗 第八邊打仗就是自己 國內的敵人 國內的敵人有很多 國內的敵人有阿拉伯裔 還有就是 你自己也要打那些 哈雷敵人 因為哈雷敵人不肯當兵 然後還有就是 本身純種以色列的人 他們都是反內塔利亞湖 所以就很嚴重 所以內塔利亞湖 現在的聯邦就是一些 很激進的 因為以色列沒有多黨派 就是多黨派 那他沒有一個大多數 就是要做聯合政府的 如聯合政府你唯一能夠抓到的 就是那些極端分子 那幾隻 那就是差六隻之類 那麽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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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少數人 所以就變得這麽強硬 那麽之類 就變了很多人反對他 那麽之類的激進派 又嫌他不夠激進 那麽之類的 那麽之類的 甚至是內塔利亞湖 應該橫掃所有 擋平他才行 那麽之類的 那麽之類 那麽之類的 那麽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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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是自發的,但問題是有些是神鎮驚驚的 好,看完以色列那邊,也看回哈馬斯那邊 巴勒斯坦兩大派系,哈馬斯和法塔克 就在昨天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會談 志在促進兩個組織和解,亦都商討加沙地區局勢 而哈馬斯和法塔克在7月底在中國展開對話 當時亦有說同意成立臨時政府對戰後的管理 但這次在埃及談的是比較技術的事情 例如跟埃及之間拉法口岸的通關事務 即是一些比較技術,即是落地進行的事情 現在我相信問題是法塔克,真正的問題是法塔克和以色列的關係 因為以色列就不承認哈馬斯,就承認法塔克 但法塔克以前和哈馬斯是世首,兩個就是被中國滑船之下和解作 但問題是法塔克和哈馬斯成立聯合政府 這個聯合政府,以色列也不會被承認 所以究竟是怎樣處理呢? 法塔克會有一個生存的問題 就是因為約達河西岸他們傳統的一個管理機構 都已經被以色列一直打 所以法塔克應該採用什麼狀況的話 這是約達河西岸的觀察 在約達河西岸也有一些是以色列的 另外一些遊擊隊之類 和以色列軍隊作出作戰 即是在打的罪居點 沒錯 所以看看這個怎樣去解決加三問題 但是純粹是他們兩個去談話,就解決不了 如果你說解決了通關事務,就已經是好事 好,看看新加坡方面的消息 新加坡以故總理李光耀的小女李慧玲 在昨天9日在家中逝世,中年69歲 因為李光耀和他的太太柯玉芝有三個子女 大家都認識的就是長子李顯龍,二女李慧玲 和小兒子李顯楊 李慧玲過身的消息包括李顯楊 還有李顯龍也在他們的Facebook上有個導詞 而我昨天晚上也看過,李顯龍一直回顧自己妹妹的生平 說他早年一直做老科醫生 癲癱症的專家 但是他就有腦部疾病 是的,但是他自己就受困於這個腦部疾病 而他也說到有一點,根據李顯龍的Facebook 他也說到有些遺憾 因為他的家族問題就是在李光耀小時候 一直都很輕美 都是不正確的 包括你是否拆除之前李光耀的舊居 也是不正確的 包括他弟弟加入了反對黨 包括李慧玲 包括李慧玲 之前也曾經說過 李光耀自己哥哥是謀求政治資本的 甚至說自己哥哥是不孝之子 公開地說 我想其中一個 李氏家族分裂的一個最大的後果就是 李顯龍的後代都不可以 承繼了新加坡的遺產 你說過政治方面 是的 如果他是三個合作者 我相信李家族還可以繼續去控制新加坡 是的 但問題是李顯陽又加入反對派 大家就會變成家族分裂 所以那支五支箭 是很有道理的 即是屈不斷的 是的 我還記得李顯龍剛剛上台的時候 其中一本雜誌寫著 The sun also rises 即是兒子的生 當時你很小 零幾年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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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第一次出現 在做一個噴是 金正日 嗯 我很記得 是 當初這句是大家覺得很精彩的 所以那時候我上過一課 他叫文學欣賞 那個人教我 那個人叫黃偉良 跟我說這件事 他說 他 這個其實是 一個海明威寫的小說 叫做 戰地春夢 那我就說 我上文學欣賞 我就說 戰地春夢好像是 戰地春夢好像是 戰地春夢 我忘記了叫什麼 A farewell to arms A farewell to arms 然後他說 A farewell to arms 是戰地中星 我說 戰地中星是 to home the bell toes 然後他說 the sun also rises 我說太陽依舊東星 然後他很瘀 結果那一科我拿了師 哈哈哈哈 哈哈 就是這樣 我可以知道 那時候讀中文大學的時候 那些人的水平率很低 我遇到一個黃偉良 也遇到一個 那個 教我們 那個叫做 戲劇創作 類似是 script writing 那個 教師是教我們寫經劇 就是在新聞 那裡 所以你可以知道 那時候我讀的時候 在我心目中 本來那些大學教授很高大上 對不對 然後原來 這麼垃圾 類似是這樣 後來那個黃偉良 因為 他本來也挺好的 因為他擦著魚缸 我擦著鞋子 我覺得挺好的 但後來被人 東方日報 頭暗影 穿著 底衣 穿著 底褲 騎著 一個 他老婆去打 之後就 中文大學解僱了他 這麼內線的消息也有 中文大學 那個是 東方日報登出來 我想是他老婆自己登 然後他就回到大陸教 那這時候 如果不走 都很難 都很無理自用 所以 《The Sun Also Rises》 應該是當時的時候 因為我讀書的時候已經出現 就是今正日接班 是 所以我在中學年代 看到的時候 《The Sun Also Rises》 就是 《E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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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准入,即是日本可以北京通報地走進去,即是將朝鮮變成日本殖民地,這個東西很敏感 第三,朝鮮好像有些黑客都有出動 是,沒錯,朝鮮的黑客有報道稱,朝鮮黑客的目標就是彈藥製造商 即是說,如果你打朝鮮的話,它就會hack你 至少不打的時候不hack 不打的時候不說hack不hack 所以這件事在韓國製造了一些事端,沒有辦法,朝鮮這次是被動的 是,亦都有報道,即是台灣方面的報道就是說,朝鮮剛剛任命了新的國防部長 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新官上任就要做些事,或者是找回場次呢 是,是,是,是 那我們現在就看一段影片 警車好像是有些救護車似的 你見到警車走得飛得那麼快 還有很多架 在莫斯科 這段片是居民在莫斯科 但這實在太好笑了 所以忍不住也要把這件事說出來 再配這段片 好像很真 今天的亞洲新聞先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好